還沒康復的特朗普出院回白宮 白宮醫生說特朗普經過一晚休息之後 已經沒有病徵 血氧濃度和維生指數穩定 總體來說情況非常好 但是沒有透露特朗普目前正在用哪些藥物 包括是否繼續用類固醇地失米蟲 特朗普說自己感覺良好 期待下星期四在邁阿密的 第二場總統電視辯論 並再次將新型肺炎和季節性流感相提並論 試圖淡化疫情 他在Facebook和Twitter發文說 流感季節章節即使有疫苗供應 每年有時超過10萬人死於流感 又認為對於大多數人口來說 新型肺炎遠遠不夠流感致命 Twitter三個小時之後 標籤特朗普的這個鐵文 說鐵文違反公司規定 涉及散播對新型肝臟病毒誤導或有害的言論 但是就說基於公眾利益不會刪除這個鐵文 Facebook同日較早的時候 也都以相同理由刪除 但是就已經被轉發2萬6千次 沒多久之後 特朗普再發文 呼籲廢除通訊法第230條 那條條例列明公司審查或刪除第三方 一些有異議的內容 可以享有司法豁免權 他的競選發言人就批評主流媒體 一直利用平台在特朗普 應對疫情的關鍵時刻審查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